近日话题,印度是人口大国,到底有多少铁杆盟友?来巴蒂里,听巴哥讲地理,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甲多赌墙,在国与国之间,总会结交不少盟友,比如中国跟巴基斯坦,友好的称为巴铁,巴基斯坦俄罗斯应该算得上是铁杆盟友了,作为军事实力不容小叙的国家,那么印度有没有铁杆盟友呢? 印度,东西宽2800多公里,南北长3000公里左右,面积298万平方公里,据世界第七位,是南亚四大陆最大的国家 从地图上看,印度,西北与巴基斯坦相邻,东与缅甸及孟加拉国交界,北与中国,布丹,尼泊尔接壤,南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隔海相望,东临孟加拉湾,西滨阿拉伯海,在地缘位置上远离世界各个大国 印度背靠亚洲大陆三面环海,长达5560公里的海岸线,这就让他们海洋运输可以起到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处在亚热带会很热 而我国海岸线长为1.8万公里,虽然印度比我们短一些,但是可以说,印度比我国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越得多 堪称亚洲自然条件最好的国家 相比于印度,我国就完全不同了,不但在海域上处于半封闭和封锁状态 贸易上,每次都要从夹缝中穿过,而且国土位置也是被强国环绕 那么印度有没有铁杆盟友呢?我们先来看看,印度和哪些国家有过领土纠纷 比如与尼泊尔,长期存在着领土争端,和中国的藏南地区有争议 中国与印度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还是数千年来的邻居关系 本应是一对屹立于亚洲东西两面的好兄弟 可因为政治、纪元等方面的冲突,始终保持着较为纠结的关系 另外,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和缅甸也有冲突 所以,印度与这些邻国关系很一般 印度是世界不结盟倡导国,所以,印度基本没有任何国家结盟 不过,已经有许多国家把印度当作潜在的盟友来发展关系 因为印度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未来,印度会成为左右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所以,俄美两国一直都想要把印度拉拢过去当作盟友 对于这个,印度也很难抉择,也没有明确表态 毕竟,哪个都惹不起 印度没有提干盟友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印度不需要 在南亚,印度是一个大国,只要不与我国产生冲突 印度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 周边的小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尼泊尔几乎是因赖印度,但不是盟友 印度也不爱结交盟友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 从尼赫鲁开始的历届印度领导人 都奉行的都是不结盟运动的主张 不结盟是最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选择 第二点,别人也不爱和印度结为盟友 有点自恃甚高吧 在冷战时代 印度认为自己是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强国 现在,印度人觉得自己在看得见的未来 是仅次于美中的世界第三强国 是多极世界的重要的一级 用不着去跟谁结盟 大家也都知道 在我们周边有两个国家敢当美国棋子 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一直视为中国是潜在对手 小动作不断,那么美国是印度的盟友吗 印度有段时间一直想抱美国大腿 但是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靠谱 所以及时悬崖勒马 现在,两国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 没有过分依赖,也没有过分亲密 对于印度,美国一方还给予他们很多帮助 比如,美国把印度出口的关税降到最低 向印度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 美国政府称,印度是美国天然的盟友 可实际上,印度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 美国的立场并不与印度一致 而是与巴基斯坦一致 这是两国始终没有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 印度没有签署合不扩散条约 和立下了不结盟条约 也是印美关系不温不热的原因 那么印度和俄罗斯呢 他们的关系是一直比较稳定的 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 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军事支持 还有他们之间 并没有困扰两国关系的核心利益问题 俄罗斯支持印度无外乎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是可以售卖军火 印度可是国际版军火的大买家 可以说是来者不拒 不管美国的还是欧盟的 不是印度多喜欢他们 而是想增加自己的国际地位 所以印度是俄罗斯金主 当然要对他好 其次就是不希望印度完全倒向美国 如果印度倒向美国 俄罗斯无形中多了个敌人 军火生意也会受影响 俄罗斯只是有望印度 可以或许连续购买其兵器 并不想和印度举行进一步的同盟 他们的关系 如同其他的国际关系一样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印度与越南有想推进关系 但也不是盟友 印度认为 越南作为东南亚名列前盟的军事强国 将很好的帮助印度 取得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有印度媒体表示 未来越南一定能成为 堪比巴铁的铁杆盟友 大大缓解印度的国际压力 包括军事上的很多合作 印度向越南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帮助培养越南的飞行员等等 越南给印度在南海很多支持 两国有很多共性 两国有很多利益共同点 合作并不是意外 所以在现实中 印度有朋友 但是却没有盟友 虽然没有像巴基斯坦 这样拥有众多的铁杆盟友 但是印度在国际上还是受欢迎的 毕竟印度国家制度 是和西方制度是一样的 此话说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即使没有盟友 他们能说会道啊 会拉乱关系 而我国正在埋头苦干 勤恳工作 务实 不得不承认 印度这些年军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综合国力也在迅速提升 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军事强国 威慑力不言而喻 不过一旦战争发生 印度会有人来帮助吗 我想真正的